唐清风 我喜欢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公主 你是知道的 我义有阿布 我知道 可是明明这世间的誓词歌赋 天下苍生 和你心中所想的 只有我知道 既然你伪惊相遇 为何要让彼此错过 让这段感情 成为千古绝恨呢 阿布姑娘 可是有话要跟我说 你刚刚说唐清风照顾你很好 他都是怎么照顾你的 经时典籍 策论人生 不过 就是谈天说地罢了 这么无聊 真的是辛苦你了 恕我直言 是你不懂他 怎么不懂 他的理想 他的抱负 你全都不知晓 你知晓 你知晓 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 他喜欢 我 花开一时难尝久 恕我直言 这样的感情 是经不过漫长时间的考验的 漫长时间 你知不知道我跟唐清风经历了多长时间吗 加起来比你们朝代都久远 阿布姑娘说笑了 既然你不愿意承认 那你可否到我房中去看一眼 看就看 怕 一幅画 你逗我 顾凯之曾有言 凡将魔者 皆当先寻此药 而后赐以急事 若有一毫小事 则神器 与之聚便已 说人话 意思就是 你连此等风雅之事都不懂 又怎么会懂唐清风的全部 你如果不懂他 又怎么和他相爱 又何谈厮守 何谈以后 唐清风又不是个东西 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啊 我阿布茶茶 知道唐清风所有的喜欢不喜欢 知道他的固执和死脑筋 知道他的理想和抱负 这不就够了 可是 你连洛神复途都不懂 又怎么会懂他的理想和抱负 你懂 你什么都懂 你懂这个神不神不神圖 这个图要这么神的话 你让他把唐清风给你变出来啊